一个刚刚吃饱饭的国家 说自己是超级大国真的不奇怪吗 哪有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发达国家的人 会是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的 对吗 其实游行啊 言论自由啊 这些东西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跟一个刚刚吃饱饭的民族去讲这些东西 他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通过洗脑呢 他们就是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然后他没有批判性思维 就是请你仔细想一想吧 就比如说俄罗斯占了中国多少土地呢 对不对 如果是领土一块都不能少的话 对吗 就是为什么不把俄罗斯占那个要回来呢 包括49年以后 那个跟之前的那些朝代不是一批人 对吗 他建国70年 他什么百年国耻 什么什么 就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道理 我觉得 谢谢 谢谢